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坦 今天這條影片會跟大家講講化學 連葵等等的問題 因為很多巴達都未必太明白 我希望史坦用一些比較簡單的三言兩語跟大家講講 先講這個連葵 以伊巴希莫域為例 連葵目前我這隻史坦是開著的 但先不要看它 我們看其他東西 其實它寫明的 在陣容或後避值能夠發動連葵 發動了連葵會寫著已啟動 當我拿走朗尼 你們會看看數字有沒有變化 按下去伊巴希莫域 移除了朗尼在後避值的時候 就要立即見到未啟動 未啟動是什麼意思 就是連所有加成是不會存在 這就是廢話 所以你見到後避值是OK的時候 其實未必能夠把你心意的人放到場 你都可以放在後避的 但如果你們的陣容是完整的 當然放在首席的 又打得又連葵 這個是最好的選擇 而我們比較建議的做法 而我們比較建議的做法 就是你要明白 七個後避值是不能放全部連葵人 所以我們比較建議的做法 就是我們落場的球員裡 至少要帶動到兩至三個連葵 那你就可以用了七個後避值 去放一些落不到場的人 去達成連葵效果 如果不是的話 十一隻開不齊連葵 去到後面會比較輸少少少戰力 好了 我們講完連葵了 現在就講講化學 因為化學需要到很多卡組 而化學和連葵最大的不同地方 就是你只需要抽到那張卡 放它在後避值 或者放它在你的卡池裡已經可以了 好像寶方一樣 托迪、泰利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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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放下隊 只不過是我們的後避值 或者候選值裡面 其實就已經開到化學連葵了 OK 不可能連葵 化學加成 希望大家容易明白些 OK 以伊巴希望這張 你看到它突然會另外加24 知道為什麼嗎 OK 因為伊巴 或者你叫做化學的人 或者在化學裡面 能夠出現到的人 其實它自己 如果突破了 或者覺醒了 它會額外再為了你的隊伍 去加額外的數字 就像這隻伊巴 因為史坦這隻已經突然轉了 還有什麼都吃爆了 所以它就會為了保方 這個全能力額外再加24 所以化學的球員 如果你們能夠練 其實練上去 會令到你的球隊在其他地方 會更加強 而候選值後避值就是 你進不了正選後避的地方 就是右上角的152個裡面 擁有的球員 而重點跟大家說 化學的球員是絕對不可以買的 一定要放在你的卡池裡面 否則買了 它就會當你喪失了化學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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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